为什么说生活充满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朋友就是可以拯救我的唯一解药 那天属于毕业实习阶段的王 早上胃疼清醒之后 发现自己还睡过了 室友们也都去实习了 由于今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 一打开手机 就发现铺天盖地的电话和信息 顾不上胃疼 匆忙赶到公司之后 只能拖着疲惫的身去 面对老板的批评和指责 午休时间准备吃碗粥 暖暖胃 却不小心打翻 还弄了自己一身 本想着要不去烫医院 但看着刚发下来的工资条 陷入了沉思 时期期本就不多的工资 不仅要租房 还要负责自己的温饱 当初明明说自己工作了 挣钱了 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工资 买自己喜欢的鞋 喜欢的衣服 喜欢的护肤品 可是想着自己在德物上收藏已久 想用自己第一份工资 买下的那一双鞋 好像现在才意识到 真正的长大 和小时候梦想中的长大 不太一样 强忍着胃痛回到宿舍 怎么还哭了 怎么样公主 这个手法舒服吗 你们怎么今天都回来了这么早 他们门发朋友圈就回来了 是谁不开心啊 就是谁不开心啊 是啊 我们还给你带了吃的呢 我们拍了好久队上买到的 还说什么 你想长大 不长大就吃不到 这种好吃的麻烫了 就是 还有这个 这是给我的 后来你们谁快递放我桌子上呢 对呀 你不是一直想着这双鞋吗 我看你在德物上收藏好久了 就当是我来今天送你的生日礼物了哦 让他来替我们两个人受伤的女人 你们在这儿我真的会哭 不然在我们面前就放心大家的活苦 就是打发了一碗粥嘛 不是有句话说 不要为打发的牛奶而往气 莫总会享受当下嘛 事情发生就发生了哦 只要还活着这些都只是经历和故事而已 没有什么工具的 对呀 人生不过三个月 开心的事 那天我们聊了好久好久 我想人生会有100次失望的时刻 那我的朋友就会有101次 用爱把我打捞起的瞬间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今次回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